关于我们高性能SoC在我们做仓中的一个分布图中 这张图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那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还是基于我们传统的 比如说RESA的Archive H3 我们NXB的Itemaxe等传统SoC供应商 传统汽车SoC供应商的这样的一个芯片方案 为基础的一个车机方案 那我们可以看到22年左右 那我们小于10KDMaps对SoC产品还是占据了市场主流 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绿色的 就是青色的一个方案 绿色的一个方案 也就是说我们100到200 也就是说我们50到74KDMaps这样的一个区间 它代表着我们市场在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主流 那相应的比较典型的类似于我们的8150 以及类似的MTK2715这样的一个区间 它代表未来的一个主导方向 那当然关注座舱的朋友会问到 那目前比较火热的8155在哪里 那我们可以看到灰色的也就是100到250KDMaps 以及效率是Tops的这样一个区间 对它的一个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 会也是呈现的非常可观的一个趋势 但是由于由于它的本身的一个单机售价 相对会比较高昂 当然它的一个广告效应 会会让我们觉得它的一个市场份额 应该会占据相应的一个数量 但是由于它的一个单机售价的一个原因 所以是会导致它的一个绝对值并不会处于很高的位置 所以说我们关注到灰色的区间 也就以8155为代表的100到250KDMaps 它的一个市场会有目前的一个极小的一个基数 那以二年以二三年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一个基数 作为它的一个增长基点 在未来获得相对比较明显 但是并不会占据主要市场份额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向下演进 谢谢大家